国人评价历史,总是喜欢一扁,一滴,一抬高,自秦汉以来,骂声最少的,大概就算是汉唐了。 其他的王朝,西晋被骂的几乎历史最差, 随时间短,骂声算是相对少一点的,民国,风评简直两极文化。 至于元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不算华夏的一部分,骂声自然也是最多的。 但是评价一个历史王朝,从来就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 而想要熟悉一个王朝,就要先了解这个王朝的帝王。 而聊到帝王,大明帝国的帝王们,是中国皇帝团队一道不得不提的亮丽风景线。 今天就让利哥带大家细数明朝十六位皇帝的副业,探究大明帝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明太祖朱元璋,我只要一个响指,大明能少一半人。 幼时放牛,少时做和尚,青年是乞讨,壮年是造反。 中年是当皇帝,这位亲手缔造了大明帝国的男人,爱好和兴趣可谓是数不胜数。 但朱元璋的众多副业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喜欢杀人。 这倒不是说朱元璋是变态杀人狂,他杀人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又要涉及到朱元璋的另外一个爱好,那就是反腐。 穷人出身的朱元璋恨极了贪官污吏。 当了皇帝之后,他苍蝇老虎一起打,发动了四起反腐斗争,分别是空隐案。 官员们搞虚假文书和空图文件,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三万人左右。 胡威庸案,全秦朝野的丞相贪污腐败并且意图谋反,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三万五千人左右。 郭恒案,户部侍郎贪污腐败,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两万五千人左右。 蓝玉安,当朝大将军贪污腐败并且意图谋反,涉案处死人员共计一万五千人左右。 而这仅仅是朱元璋在位期间反腐斗争中的冰山一脚罢了。 总的来说,朱元璋统治在位的三十一年里,每天早上起来,如果不杀他个二三十人,浑身就不自在。 这位堪称是大名第一简陋王的朱元璋,因为父亲朱标的促然离世,自己人在家中坐,皇位天上来。 虽然很快被别有运心的叔叔朱弟从皇位上扒拉下来了,但朱元璋短暂的皇帝生涯中,他殴打长辈的爱好不得不敌。 朱元璋没有立自己任何一个儿子当皇帝,而是把皇位送给了自己的孙子,他的这些儿子窝着一肚子火在各地救任藩王,本来就已经很不高兴了。 没想到这位侄子刚一上位就开始对这帮叔叔们进行殴打,下面是朱元璋的殴打长辈记录。 周王被贬为树人,齐王被贬为树人,阮进在南京,戴王被贬为树人,被阮进在大同,湘王被贬为树人,后自焚而死,敏王被贬为树人,流放张州。 这帮叔叔们被朱元璋按在地上磨擦一顿后束手待毙,但燕王朱弟是个狠人,骑兵造反,三下五抓收拾了自己这个不尊重老人的侄子,全而代之做了新王。 明成祖朱弟 老爸朱安章,镜下的首都南京,朱弟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睡也睡不好,玩也玩不好,连吃饭也不香了。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屁股底下坐着的这个皇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朱元璋手里抢过来的,如果不迁租呢,朱弟的皇位将永远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痛扁完值得朱元璋的小朋友,朱弟搞起了自己的副业,迁租,他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搬到了北京,搞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大班家。 由此,中国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中心,完成了一次游南向北的转移,北京也再度站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明人宗朱高赤 父亲朱弟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让满朝文武屈服,明朝政权一股脑从南京移动到了北京,但朱弟一死,新皇帝朱高赤就造反了。 他专门喜欢和父亲对着干,父亲处死和打击报复过很多中永远的官员亲信,朱高赤大都进行了陈玄招雪的平板工作。 朱弟喜欢南征北战,四处起兵戈战士,朱高赤偏偏不许打仗,整天就是发展民生修生养兮,朱弟答应老朱就世世代代资助郑和下西洋。 当郑和找到朱高赤,朱高赤只告诉他三个字,别去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朱高赤宣布他要把都城搬回南京,不过计划不能实施,自己就先撬辫子了。 明轩宗朱瞻基,朱高赤没有完成搬家回南京的计划,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后也没有替父亲把家搬完,因为朱瞻基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扫王。 这是因为当时明朝昌基业实在太过发达,可谓是三部一个KTV,五部一个夜组会,大明朝的达官显贵们只要一下班,那就全都钻进这些黄色的窝点进行消费,于是朱瞻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王行动,成果如下。 北京三分之二的妓院遭到查封倒闭,南京三分之二的妓院全部官门协业,全国13个省份的绝大部分妓业均停业整顿,同时朱瞻基领颁布了明朝历史上最严格的嫖娼行政主法规定,内容不下。 官员嫖娼直接双开,开除官机科公职,并且永不录用。 书中侍族如果参与嫖娼,取消搞好成绩,永不录用,但看似卓友成的扫王行动其实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官员们把同居院嫖娼,创造性的改在了家里嫖娼,嫖娼的人不仅没有变少,反而成倍增长。 到明朝中期,明朝嫖娼业所产生的GDP甚至可以支撑大明国库的半壁江山。 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统治是大明历史上第一个宠信宦官的皇帝,也是他让宦官专政在明朝开了先河。 在朱祁镇眼里,天大地大,大明最大,娘亲爹亲,王振最亲,王振就是他最宠信的太监。 他对这位太监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听到什么程度,北园的蒙古老弟自扰边境,然后大举入侵,王振居然劝朱祁御驾亲征。 朱祁镇二话没说,买了当晚的卧布票,带着20万大军浩浩荡荡荡去出房。 结果是,朱祁镇带领的大明军队在土布堡被蒙古军队打了个屁滚要流,自己也被蒙古人扣下了。 明代宗朱祁镇,朱祁镇虽然被抓走了,但是大明王朝不能一日没有君王,这让朱祁镇同父姻母的弟弟捡了个大便宜。 朱祁镇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当了皇帝没几天,他开始替自己的弟弟收入烂摊子,其中包括任用文臣于谦,力挽狂澜打赢北京保卫战。 大家好,我是于谦。 发展经济,全国各地推行节约,一天攒下几块钱,向成为大明首富的小目标进发,治理水患。 哪儿挖洪水,我去哪儿,我是抗洪小妖兵,镇压齐,不听话想造反的少人民族,通通通抓来打屁股。 历经屠彻的朱祁镇可以说是大明王朝中最正常的皇帝了。 明宪宗朱建山,按说朱建山当了皇帝,天下基本上就都是他的了,但这个小农思想的皇帝并不这么小。 他设立了一个独特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黄庄,黄庄黄庄自门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皇帝的庄园。 这一块土地肥沃,行挺好,收归国有,那一块田地开货,行挺好,收归国有。 朱建山就像一个拿着收归国有晕张的孩子一样,放眼大明江山,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一定要靠一个张才行。 明孝宗朱又称,古代男人大都三七四七,皇帝更是后宫家里无数,唐玄宗和晋武帝,两位皇帝的后宫家起来足有两个整编石。 这种行情放在今天固然可耻,但是在古代却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我们的朱祖成大哥却创造了一项记录,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女人,作为皇帝,他痴情不移,十分专一。 作为普通人,他是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制度的忠实建议者,他没有宫女服饰,也从来不大非子,每天只和自己亲爱的女人张皇后同起同居,这让朱祖成节省了大量的后宫生活时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朱祖成利用这些省下来的时间,用又短应用的朱祖宗配上直肠的动物骨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牙刷,那是在遥远的1498年。 明武宗朱祖赵,爱玩的朱祖赵在紫禁城建立了一个堪称明在天上人间娱乐会所的休闲所在,报房。 报房内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玩不到的,朱祖赵的衣食住行几乎全在报房里。 以至于当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臣早上问皇帝在哪儿,答,在报房唱歌,大臣中午问皇帝在哪儿,答,在报房跳舞,大臣晚上问皇帝在哪儿,答,在报房唱歌跳舞,以至于最后这位皇帝直接猝死在报房。 真可未识,沉迷报房一时闯,过度沉迷火葬场。 明世宗朱祖赵通,朱祖通堪称整个明朝最神神叨叨的皇帝,不爱朝政,爱修仙,以至于朝中很多大臣,十年都没见过皇帝一面,那朱祖通平时都在干嘛呢? 答案是练丹,这位大明帝国的统治者迷信道教,养了一帮道士来给他练制仙丹,什么制仙丹,无非就是猪杀,腐蚀,各种重金属练成一团药丸,而药丸等于药丸,这些平常人吃了一点就会上头下蟹的东西,朱祖通一天三顿当饭吃,晚上吃吃药业也不忘了整两顿,当然这些药丸里还有一位非常关键的药物,处女的精血,处女的精血从哪里来呢?答案是来自宫里的宫女,朱祖通每天孽待这帮宫女,赶上人家� 宫女生理期来大爷妈,这位皇帝会像变态一样收集精血,然后练到仙丹里吃下去,是的,你没看错吃下去,这样的行为让当时的宫女人认无可忍,于是他们策划了一场刺杀皇帝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显现让朱祖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宫女勒死的皇帝,是的,只差那么0000001的机会,刺杀就成功了,当时的宫女打了一个不能寄紧的死结,事后这些宫女均被处死,让我们祝愿天堂没有死结 明目中朱祖祖,朱后聪爱恋丹,而朱祖祖和父亲有着大致相同的爱好,他不爱恋丹,但是爱吃药,男人要省号,酒要喝省报 尤其是春药,皇帝爱女色,谁也挡不住,因为后宫里的妃子实在是太多了,朱祖祖每天泡在这堆红稳裤里,逐渐导致了身体上的力不从心,他出现了一个当代社会大部分男性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就是肾虚 肾虚不仅过让皇帝很没面子,而且还很影响他和后宫这帮嘉丽的感情生活 他开始吃药,大把大把的吃药,他继承了父亲,中国从优良的传统,那就是把药当饭吃,一天三队是从不耽误 但春药不是荷养蒸汽水,说吃一顿就吃一顿,说喝一瓶就喝一瓶,这玩意对身体负重又很大,结果可想而知,朱祖祖不久之后一并不起,四拿手人还 明神宗朱一军在位48年,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但48年里朱一军只上了20年的朝 导致当时大臣们在朝南工作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 剩下的28年里,这个皇帝的人生只有四个大字,沉眠九色 他这边正在吃喝晚乐,那边诺尔哈赤领导的女人部落已经崛起 朱一军调集大名精锐军事一两,和诺尔哈赤干了一架,结果被诺尔哈赤安在地上好一顿摩擦 他给大名王朝的后世子孙留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堪称古代坑儿子坑儿子的典范 明光中朱长洛,朱长洛可以说是大名王朝历史上最惨的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这位皇帝的个人履历 从小呢,妈妈就被隔离,爸爸不喜欢的 青年时代,小妈郑贵妃千方百计的迫害他,排挤他 当了太子后呢,被手拿棍棒的陌生人夜闯宅底,险些受伤 做了皇帝仅十天之后就一并不起,腹泻拉稀不止 最后被招摇状态的大臣用一粒成分乱七八糟的猛药直接送上了席帖 而从朱长洛登记到驾崩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关于朱长洛的死因可以总结为 有病不去医院看病找了个神棍一顿治 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人也没了 名西宗朱油孝 随着朱油孝掌握大名政权,魏忠贤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 之所以这位全亲朝野的二皇帝魏忠贤能过得如此顺风顺水 要得益于朱油孝的一个小爱好 他喜欢做木匠活,这是一位不爱江山,爱刨木头的皇帝 朱油孝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今天造木船,明天造木板,后天造木剑 这算是和木头干上了 粗略估计,朱油孝的木匠水瓶 放在今天考个实际证书没问题 你可以说朱油孝是个好的劳动者 是个建筑师,是个艺术家 但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皇帝 因为他几乎一天皇帝该干的事情都没干过 宅男朱油孝毫不容易出那门 坐上大船在湖上游览风景 一阵大风刮来,直接把船掀翻了 皇帝落了水,虽然救了上来 但是受到惊吓,自死欲欲寡欢 不久就归天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这一刻开始,我已经换掉了 这个视频的BGM 因为马上要讲的 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明四宗朱油孝大明就要亡国了 虽然我也是一个理智的名粉 但我还是怕用那种欢快的BGM 会导致部分偏激的名粉攻击我 现在我们来讲明四宗朱油孝 大明王朝终于迎来了 他最后一人的主人 或许大家更属于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崇祯皇帝 崇祯看着被前辈们造得千疮百孔的大明帝国 深深的叹了口气 这位皇帝有能力,有理想,有报复 但偏偏没有运气 明昇宗当年给他攒下的祸端 如今已经发展壮大 外有后勤势力步步紧逼 内有黎民百姓纷纷造反 客观的说 朱油孝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义复 那就是尽全力让明朝秘王的晚一点 再晚一点 所以这也是明朝收入于皇帝里 没一位有爱好和父业的皇帝 一是他没有时间 二是条件也不允许 如果非要他拥有爱好的话 那就是1643年明朝覆灭 他自立于眉山 这叫什么爱好 人生在世不称义 不如自画东南枝 当然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崇祯皇帝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公开规定公共场合 不与西安的人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为这位文明的皇帝鼓掌 借用一些名粉的语录 我大明中期朝276年 不合金不赔款 不割地不纳宫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红尘悠悠 多少王朝 兜夫笑谈中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圈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